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那現在我們要來談談 網路創業的四個要素 基本上我們現在呢 會先把一些很重要的理論基礎 還有一些基本知識先介紹 所以請各位先不要急 我們先打好基礎 我們之後就會進入網路行銷的一些工具 還有一些技巧 還有一些Peple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呢沒有穩固的基礎呢 就像那個人云亦云這樣子 就是人家說那個好賺啊 你就去做 那個好賺你就去做 到頭來就是一場空 好,所以呢 網路創業的四個要素 這四件事情你一定要謹記在心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用你自己的網站 不要用免費的網站 因為網站是別人的 你可能就會被停權 而且大部分免費的網站 例如說部落格 都不允許你做商業性的利益 雖然很多人在這麼做 但是你在冒一個風險 你努力經營的 免費的部落格或網站 可能在一夕之間 因為別人的檢舉就功虧一虧 其實是像Facebook蘇聯這種社群網站 他也是別人的 所以呢 如果有人監舉你,監舉很多 然後你辛辛苦苦啊 所收集的好友人數 或者是說你的粉絲團 就會功虧一虧 第二個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產品或服務 這基本上是所有網路創業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你可以一開始去賣別人的產品 但是呢 在我們台灣目前並不太推薦聯盟行銷 好 第三個 你一定要流量 流量就像你開一家店面的人潮 那人潮就是錢潮 這是最基本的 可是在網路上呢 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呢 跟實體通路不一樣的地方是 在實體通路裡頭走進你店面的人 就是精準的潛在客戶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一定是有興趣才會走進來 不會說沒事 不小心又關到你這邊來 然後又走出去 但是呢 在網路上的流量 卻不一定那麼精準 有些人真的是不小心點到你晚上去 或不小心跑到你的網站來 他們並不是真的 了解你在幹嘛 他們只是不小心點進來 有時候你做廣告的時候 你也會吸引到一些 莫名其妙 不是你潛在顧客的人 這種就不是精準的流量 那 所以在網路上我們追求 不只是流量大 我們要找的是精準 你潛在的客戶 然後 關於這方面其實是 就很多很多可以談 不過我們留在日後再談 最後一個就是 你需要名單 因為名單呢 就是你的潛在客戶的名單 那為什麼要這個 這個在國外的網路行銷界 就是一直流傳的 就是 名單就是 錢啊還是什麼 但是實際上 這也是事實 因為呢 你沒有你 你沒有你潛在顧客的那些 E-mail 或基本資訊 你就 沒有辦法 去 掌控 去 要主動的去聯絡他們 例如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名單 是建議在Facebook上 但是呢 他們 那些人 並沒有把他們的聯絡方式 留給你 也就是你這邊 並沒有辦法備份 那 要是你 被Facebook停權 那 不是功虧一虧嗎 所以呢 有些呢 呃 行銷大師甚至說 你 即使把我的網站 各方面 一夕之間都倒了 但是 只要我還有我的名單 我可以在一個月內 重新 振作起來 那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 你有名單呢 你只要再把那些 網站 產品 服務 油量設計好 然後再發送信給 你的名單 就可以賣啦 而且 名單事實上啊 就是 讓你跟進用的 你一直發信給他們 你可以再 再次的把他們的 呃 吸引回來你的網站 這樣子可以更 呃 更加一步的製造 流量 好 所以我們簡單的 談 一下 這個網路創業式的要素 希望在我們更深入之前 你能夠先謹記 這幾點 好 好 好 有 這樣子 可以 和 一趟